欢迎来订阅我们的消息 这是灾团幻灵 立新社会福利基金会基盘的全国 福尔摩沙女儿奖的参丰 在今年13位的会长10个小孩当中 加一期的加华中俄的占两位 包括于佑鱼 会办到社群经营奖 黄宜佩 会办到数理科技奖 消息团会好好 专门输心都感到相当的光影 立新基金会基盘 专国福尔摩沙女儿奖的参丰 不就是希望每一位女儿 都能典型主持 拥起这任合递性的典型 加华中俄这一次 有两位党俄当时会讲 在中德各管制民后的 学生党中担任日子 加华中向的校长就信息 感到相当的营养 这两个奖项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一共只有13位同学 是全国在选 13位同学入围 然后他们又能够脱颖而出 那这个佑云跟宜佩这两位同学 他们在学校里面 平常就表现得很优异 尤其是品德 还有这个做人方面呢 是表现得相当的好 那我们学校提报 他们两位出去 真的就得到这个 再遇归来 我们都非常的高兴 在整个福莫沙女儿奖的参丰当中 应该数理科技奖的黄宜佩 自国学校到高党 很多次都参与科学电纳 而且也都得到 表现一等公司 十分的出色 打破一般人认为十分之后 塑合物理较不好的举办印象 未来已经力气 要装塑医学科技研究 很多人都觉得 数理科技这个方面 应该是属于男性的领域 然后女生常常会被隔绝在外 这样子 然后因为社会普遍对于 这个领域有一些刻板印象 导致女性常在这个方面 没有办法斩露头脚 但是其实我相信 性别不应该成为 追逐梦想的先决条件 重要的是我们的兴趣还有能力 因为社群经营讲的余佑云 对各种开始的参与公业瓦动 在各种一年级 加入世界的盟会 为各位观众零用钱 来做十多季篮的冰冻 在各自的时尊 主板击二三十的瓦动 发育与他做人的心爱精神 对第二个社同样 在爱他 未来希望能将 志工的工作和艺术上结合 艺术是我非常心爱的一个部分 然后艺术治疗的话 就是可以结合我最喜欢的志工 跟可能艺术这样子 而且艺术治疗的部分 可能比较应用于小朋友 然后一些弱势团体 然后可以让我就是用 不一样的资商方式 然后去帮助别人 这一团欢迎 立新社会福利基金会 基本上有佛茂萨女儿奖的参与 竞争10分的记录 加华中学习当时有两位 竞予来习奖 好好赶紧10分的供应 竞争困定两位竞予是赫鲁 加华自公 当时也是自己自公 最新新闻中右边 欧轩三角 李奇彩虹伯兜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鲁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鲁